嗨 MSI 是時候該調整一下省預測囉 因為 PSG 塔龍再次的贏下了 通往世界舞台大展拳腳的能量 四強已經無法滿足他們 2022年將會成為這群極度渴望勝利的選手 衝向頂峰的一年 什麼 替補選手 完全沒有問題 蛤 新進選手 那又怎麼樣呢 每當這支戰隊踏入國際舞台 總會帶來超乎預期的精彩表現 連帶著掀起一陣的金桃骸浪 怎麼可能有人會覺得他們今年沒辦法做到呢 最終有HANA比UNIFY 凱win 三位經驗豐富的老將 他們非常擅長的營運 而且知道所有的細節 你們那邊還來得及準備多給他們一些Respect 因為今年將是他們晉升為偉大選手之列的一年 接著請榮果為各位介紹 即將在本屆賽事成為Highlight場客的兩位選手 Johan 以及 Bei 兩位來自韓國的年輕選手 他們在這段時間內培養了非常好的中野聯動化學效應 而且他們並不畏懼在這次的舞台上 正面迎戰所有超一流的選手 PSG塔龍下次的出征將在釜山登場 所以你們可以從現在開始 留意這支來自PTS賽區的衛冕冠軍 因為他們將在世界舞台上大放異彩 MING PAO CANADA leveling MING PAO CANADA